中間 哈囉,哪一位可以講一下話嗎? 你好,你好 我們從越南來 真的,來,可不可以講一下話 救台灣 貝和世 貝和世 救一人 救一人 貝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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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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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不準 еч生 貝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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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一人 救一人 貝和世 貝和世 救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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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從宜蘭來 所以因為現在已經到生死的關頭 我們感受共得了鄉親 他們反而是 反了二三十年 現在都還來得及 因為燃料棒還沒有放進去 燃料棒一旦放進去 事實上就算後來不傷轉 那我們在海洋陸續續的供應永遠被汙染 那我們今天是維基礎的關頭 現在日本宣布二十公里已經成為禁止虛 社會的殘忍速碟都換後面 二十公里就已經近利益蘭了 那美國政府建議 日本是要撤八十公里 那八十公里就包含全宜蘭已經到花蓮去 那我們台灣 或者宜蘭經得起這種風險 我們認為經不起危險 日本的武器是我們的十倍大 他們有五十五座反應員 我們現在核四還沒有運轉 我們就已經有六座反應員 我們反應的程度已經比日本還要大 所以我們情況上 日本還要危險 發生事故的機率很高 那現在台電跟聯絡會 在我經過六年的執行 他們也承認 離核四、二十四公里外有 海底人活生 我們畢竟條件 比福島還要危險 那天佑台灣佑了那麼多年 但是我們看到 日本人的好運用心 老天爺對他們失去耐心 我們要爭著老天爺 還沒有對台灣失去耐心之前 趕快把核一、二、核三除以 核四場真的不能再運轉 不能夠讓它運轉 所以今天我們訴求非核家園 但是我們的馬總統說 他不要非核家園 他要核安家園 問題是 我要求百分之百的核安 因為只有百分之百 才能夠保證真正的核安 但是吳敦運院長竟然 在我的總質詢裡面說 委員我連下個禮拜 我會不會感冒 我都沒辦法保證了 我哪能保證這個 我質詢台電董事長陳桂明 陳桂明後來躲不過 說了一句話 他說委員 我負責賣電視業 我不負責保證 那既然從上到下 沒有一個人可以保證百分之百安全 你馬總統平常說 我們台灣可以有核安家園 沒有辦法保證百分之百安全的核安 是假的核安 沒有辦法保證百分之百安全的核安家園 是騙子 是謊言 所以今天我們人民出來自救 出來要求政府一定要改變我們的政策 我們可以再延續過去三十幾年的錯誤程 這三十幾年前我們發展核電的時候 沒有太陽的沒有效應 可能當時不得以 但是現在我們有替代能源 我們不需要冒著王國王的危險 來發展核電 所以有人說保證百分之百 這個只有省才辦得到 沒有錯 所以我說核電是只有省才玩得起動火 那省 老天爺也玩給我們看 他在宇宙中用核融合為我們準備了一個太陽 那太陽一天照到地球 可能能夠我們人類全體人類用三十年 我們為什麼還要冒著王國王中的危險 花大錢 在地球上自己用核分裂來搞核電場 這是餘不可惜的事情 或許的錯誤愚昧的政策一定要停頓 我們知道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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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